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翔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道 奶香乾鍋雞 一般吃乾鍋雞它就是非常的嗆辣 所以我們今天加入了奶油 去中和它的一個辣度 那我們先熱鍋 熱鍋之後我們不要加任何的油 先把我們的雞肉 這邊是用雞腿肉去切塊爆漿 把它吸油給逼出來大火就可以了 不用切太大塊 這樣你炒的時候它也比較快入味 比較快熟 就用雞肉本身的油脂去炒它 但在做雞腿肉菜的時候它都是用油炸的炸過 但在家裡的話我們用乾鍋去炒它 把香氣給炒出來 雞肉慢慢呈現金黃色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 薑片跟蒜頭 還有我們的乾辣椒跟花椒 爆香料的香氣上來了 下我們的蘑菇 蘑菇把它炒到香氣出來 然後有點半熟的狀態 雞肉就是炒香以後 蘑菇就會把我們雞肉油脂的香氣給吸收進去 香氣都炒出來了 這時候下我們的醬油 從鍋邊去淋它 今天用的是我們的古早味的 筋豆醬油 下去燒我們的雞肉 那它的香氣會比其他醬油更加的濃郁 先讓我們的雞肉都先稍微的上色 之後來加糖 下糖之後我們稍微炒一下 炒完然後跟醬油去做一個結合 然後亮度也會比較亮 香氣也會比較足夠 燒到醬油的香氣都出來之後 我們這時候下我們的米酒 燒差不多5至10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收汁收得差不多了 這時候我們加白胡椒粉 下我們的蔥段 辣椒段 在家裡吃的話 建議還是留一點糖汁 大家如果要配飯等等的 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收得太乾 我們關火之後再下我們的奶油 不用太多的燒絮就好了 我們去增加它一個奶香氣 吃起來說也不會口味這麼的重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盛盤了 如果家裡有砂鍋的話 我們就換成砂鍋 加一點橄欖油進去 把九層塔先放在鍋底 香氣已經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雞肉倒入我們的鍋中 我們這時候 來試吃一下我們的雞肉 入口的話 你可以吃到那個 醬油的香氣 然後接下來就是花椒啊 乾辣椒 辣味 然後下飯 希望大家在家裡可以吃做看看 喜歡的朋友幫我們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